毅然昆凌替跑车代言并公开宣导交通安全 博士上这个月10号 他依偎违规右转撞伤两名机车骑士 在车祸后他首次公开 也说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出阴影 所以一直不敢自己开车上路 穿着帅气蓝皮衣搭配紧身黑裤袜 毅然昆凌替跑车代言并化身梦幻车队队长 宣导交通安全 原本车商安排昆凌驾驶价值702万的敞篷车 拉风进场 不过昆凌透露自己还没有走出撞车阴霾 不敢开车 所以改坐在副驾驶座 我最近不敢开车 为什么 就是会觉得目前为止我可能比较适合坐车 这个月17号昆凌因违规右转 造成两名机车骑士受伤 车祸意外让他情绪崩溃 人也身影超过一个礼拜 如今出席活动宣导行车安全 难道不会觉得尴尬吗 我觉得感谢多过于尴尬 因为他们还愿意请我 不会害怕 就是还愿意邀请我 我觉得非常感动 然后非常开心 上次那台车是周董送的吗 是 一提到周董立即微笑带过 但昆凌也透露意外发生之后 收到许多朋友的关心 伤者的状况也逐渐好转 让他心情平复许多 只是如果以后要开车上路 他说他会更加小心谨慎 中间新闻 王彦均 陈建雄 胡伟廷 张一华 台北采访报道